为了平息广泛的抗议示威 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援助 为什么他突然转向莫斯科呢?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淵源 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 两者都是苏联的一部分 从地理上来看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相伦 两国领土辽宽 哈萨克斯坦的面积与整个西欧差不多 在经济上两国关系密切 哈萨克斯坦将中国与亚洲其他快速增长的市场 与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地区联系 哈萨克斯坦的战略位置 与丰富的抗产和石油资源 使得他们成为 脱离前苏联集团的最强大经济体制之一 在政治上 哈萨克斯坦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盟友 2019年卸任长期执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是前苏联政治局委员 在种族上 这些国家亦很接近 哈萨克斯坦在19世纪被俄罗斯帝国征服 在北部拥有大量俄罗斯族人口 在军事上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的一部分 这个组织包括六个国家 在苏联解体之后成立的 这个联盟的宗旨是保护成员国免受外部侵略 在要求联盟援助之前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很小心地将抗议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所谓 他指称抗议者有外国势力支持 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细节和证据 有俄罗斯司令的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 目的是保护阿拉木陶机场和守卫政府大楼 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的报道说 当抗议开始时 当地的执法部门几乎无阻止过示威抗议 在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军事支持后 俄罗斯领导的军队开始从哈萨克斯坦撤出 平息他们可能不会再在当地受到欢迎的估计 俄罗斯力来寻求扩大在鄰国的影响力 2014 年从乌克兰吞聘克里米亚 目前在俄乌接壤边境附近集结大量俄罗斯军队